对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遭到检调调查 由于此案还在侦办当中 我们尊重也支持司法调查 期盼检调单位误网误纵 尽速厘清事实真相 同一时间总统府透过发言人郭亚惠 以及行政院海基会等都发出了声明 表示期待司法单位对于调查 秉持误网误纵的精神 希望尽速厘清事实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